李擅长还解释月氏躲避 反则月会遭到揣测和非议 并保证他有事自己定会相助 胡为庸心结大开共赏窗外风景 玉尔和二虎两情相悦 但对朱元璋的威严欲加恐惧 便劝二虎婚后离开精灵 放弃荣华与自己归隐田园 二虎对这种想法颇为不解 玉尔只好坦言自己害怕大王 并透露小明王是被他害死 大虎不幸是整个事件的牺牲品 二虎刚开始执意不肯相信 但随后表示大王乃真龙天子 他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而且就算是派自己执行任务 也会像哥哥一样毫不犹豫地牺牲 玉尔接受不了想要逃离 二虎将他拉住并下跪示爱 一是大王下令无法违背 二是他与大虎乃真心相爱 因此玉尔心软同意下来 但也哀叹他和花蓉说的一样